第五章 松茅虫 搞笑长征 幸福的卵 松茅虫也叫猎对虫,是因为它们什么时候都是鱼贯而行,猎对而出的,因此而得名。 下面,我就来说说它们的故事。 先说它们的卵,在每年八月的上旬,你要是仔细看松树枝的枝端, 就会发现在深绿色的松叶里,分布着许多白色的小圆柱体。 在这些圆柱体中,就是松茅虫产下的一些卵。 这些小圆柱体就像是一个个V型的小手电筒,比较大的约有一寸长, 宽五分之一或是六分之一寸,藏在松枝的深处,很不容易被发现。 圆柱体的外表看起来像是丝织品的感觉。 白里还透着一点红色,圆柱的顶上被层层叠叠的鳞片覆盖着, 就像房子上盖的瓦一样。 这些鳞片软软的,摸上去很舒服,就像天鹅绒一样, 一层一层细密的包在小圆柱上,就像一个房顶似的, 给圆柱里的卵们遮风当雨,让它们舒服安全地过日子。 我不仅很奇怪,这些绒毛是哪里来的呢? 后来,通过观察我得知,这些都是松茅虫的母亲脱掉自己身上的一些毛, 一点一点地夹上去的。 为了给自己的孩子们创造一个温暖的生存环境, 松茅虫的母亲们真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我取下几个卵拿到实验室,用镊子拔掉那些鳞片般的绒毛, 这下就可以看到藏在里面的卵了。 这些卵就像一个个白色的小发廊珠,看上去很可爱的样子, 一般一个圆柱中有三百个卵左右,都是一个毛毛生的。 这些卵并不是胡乱摆放的,而是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得很漂亮, 任何人见了都会由衷地赞叹,真是很好看。 流动的帐篷 虫卵孵化的时间大约是九月份, 我轻轻地把那些鳞片做成的房顶掰下来, 看见圆柱里面有无数黑乎乎的小脑袋, 它们都在咬着推着自己的盖子, 想尽早爬到圆柱外面,享受金秋九月的阳光。 这时,这些小虫子的外表呈浅黄色, 黑色的头很大,是身体的两倍。 它们争先恐后地爬出来以后,就开始找吃的了。 食物当然很好找,因为松树上除了松叶就没有什么了。 所以,小虫子们一出来,就可以大嚼特嚼身边的松叶。 身边的吃完了,就到别的松枝上去吃, 反正食物有的事,大家都不用客气。 如果碰巧几只虫子聚在了一起, 它们就排成一小队,狠手秩序。 我用一些松叶逗引它们, 它们会摇晃着脑袋与半个身子高兴地与我打招呼, 让我对它们顿生喜爱之心。 松毛虫从卵里出来后,马上就开始搭帐篷。 帐篷是用一些薄丑做成的小圆球,搭在几片叶子上。 当天气很热的时候,松毛虫就躲在帐篷里养精蓄锐, 等天气凉爽了,它们就出来找吃的。 一天一夜以后,帐篷已经有针子人那么大了, 两个星期以后,还会有苹果那么大。 你不要以为松毛虫把帐篷搭得那么大, 一定是想常住, 这只不过是个临时的住所罢了。 进入冬季前, 它们还会搭一个更大, 更结实牢固的帐篷。 它们一边吃着帐篷边的松叶, 一边搭帐篷, 根本不用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找吃的, 家门口都能解决, 真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情。 也难怪, 这些出生没多久的松毛虫还太小, 要是冒冒失失地跑到远处, 那是很危险的。 总是吃帐篷旁边的松叶, 帐篷没有了支托的东西, 就很容易倒塌下来, 还会掉在地上, 可是松毛虫却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被毁坏, 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没有了帐篷, 它们就爬到一个新地方, 再打一个新帐篷, 有时甚至会爬到树尖上。 在这段时间, 松毛虫换了一身衣裳, 它们的背上长出了六个红色的小圆点, 圆点的旁边则长出了红色和粉红色的钢毛, 红点当中又长出了金色的小点, 身体两侧与肚子上的毛全是白色的。 进入11月份, 天气渐渐冷了, 松毛虫开始爬上松树的高处或树枝的尖端, 搭准备过冬的帐篷。 它们把一些紧邻的松叶用丝织的网罩罩起来, 这种树叶与丝混缠在一起的材料, 可以使搭建的帐篷很牢固。 整个帐篷搭好后, 容积会很大, 从外面看起来就像一个鸡蛋似的。 在帐篷的中间, 有一条乳白色的粗丝带, 在帐篷的顶上有很多圆洞, 这是帐篷的门, 松毛虫就是从这里出来进去的。 在帐篷外边的松叶的尖端, 有一张用丝织织成的网, 下面就是阳台。 松毛虫们经常聚到这里来晒太阳。 晒太阳的时候, 松毛虫们一个压着一个地叠在一起, 待在丝网下面。 丝网能减弱阳光的强度, 这些松毛虫才不至于被晒得爆皮。 在帐篷里, 卫生状况不是很好, 因为那里堆满了松毛虫吃剩下的碎屑, 还有它们的褪皮。 当然, 也有粪便一类的排泄物和其他垃圾。 夜里, 松毛虫都在帐篷里面休息, 早上十点钟时, 它们才爬出来, 都聚到阳台上。 大家堆在一起晒太阳, 一个个昏昏欲睡的, 无精打采的过一天。 晚上六七点时, 它们睡醒了, 都各自回家了。 在回家的路上, 它们一边走着一边吐丝, 因此, 它们的帐篷会越来越大, 也会越来越结实, 因为它们总是加入一些新的松叶来进行加固。 每个晚上, 松毛虫都会用两个小时来做这些事情, 就这样不知疲倦地干着。 因为它们觉得, 虽然现在辛苦一些, 可到了寒冷的冬天, 它们可以睡在温暖的帐篷中, 大家搂抱在一起吹大叫, 那真是非常幸福地享受了。 工作了两个小时以后, 松毛虫们该吃饭了, 它们三三两两地全部爬到帐篷外, 到下边的松枝上去吃松叶。 这时的松毛虫们穿着红衣服, 三个衣裙, 五个衣堆地停在松枝上, 不紧不慢地吃着松叶。 有的细松枝都被它们压弯了, 也不知吃了多长时间, 它们终于吃饱了, 又都爬回帐篷里, 再工作一段时间后, 大约在凌晨两三点钟, 它们才开始休息。 为了试验它们喜欢的食物类别, 我曾经用一些长绿的树叶喂它们, 这些固执的小家伙宁肯饿死也不吃, 看来, 它们吃的食物还真是很单一, 只不过是三种食物, 着了魔的环形运动。 在动物世界里, 大家都公认羊比较笨, 因为它们缺少智慧, 做事没脑子, 投羊到哪里, 其他羊就跟到哪里, 即使是火坑, 大家也会跟着跳。 那么松毛虫就是昆虫世界里的羊, 它们也有这种特性, 就是绝对服从头领的指示。 当松毛虫出行的时候, 始终是单行前进, 后面那只的须顶着前面那只的尾巴, 一只一只地排下去。 最前面的领路人, 不管是歪斜着走, 还是转圈走, 后面的追逐者都会跟着。 领路人一边走一边吐着丝, 后面的追随者就踏着前面的丝走, 并把自己的丝也吐在那条丝上。 就这样, 大家都把自己的丝, 吐在领路人吐的那条丝上, 这条丝最后就变成了一条光亮的宽丝带。 松毛虫这种边走边吐丝的奇特出行方式, 我认为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 松毛虫一般是夜间出来找吃的, 它们走过的路弯弯曲曲, 没有任何清晰的方向性, 所以, 它们一路留下丝, 就像为自己一路做了记号一样, 这样, 就不会中途迷路, 可以安全地回到家里。 第二, 松毛虫们出来吃食的时候, 有时是大家在一起, 有时会分开。 当队伍集合时, 大家都会顺着思路返回大部队, 因此, 这条思路就是大团体中的成员们保持行动一致的绳索。 当天气很好时, 松毛虫们忽然有了很高的兴致, 打算集体出去旅游一下, 或者想提前寻找一个好的折腹地, 为成呃做准备。 有了这个想法, 大家一个紧跟着一个出门了, 头领带着大家, 一步步向远方走去。 至于谁担任头领, 完全是随机产生的, 可能是你, 也可能是他。 当遇到偶然情况, 队伍被打乱, 等再次排好了队伍以后, 也会产生新的头领。 一般来说, 所有担任首领的松毛虫都很尽责, 他们忽索忽悠地寻找着适宜队伍前进的道路, 带领了大家走向目的地。 松毛虫的队伍根据聚集的人员决定队伍的规模, 有时是二三百只, 这样的队伍声势浩大, 排起来有十几米, 大家按照波浪形的曲线行进着, 每个队员都规规矩矩, 走得整整齐齐。 当然, 也有的队伍可能只有两三只毛毛虫, 但是, 他们照样狠守规矩, 丝毫没有另立门户的念头。 有一天, 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如果把松毛虫的思路改变, 把它们设计成一个封闭的原形, 不知这些没有脑子的家伙会怎么走。 想到这里, 我不禁很兴奋, 迫不及待地想实施我的计划。 真是走运, 那天, 我看到松毛虫在我院子里的几个种着棕树的大花盆边转悠, 他们平时也很喜欢在盆口的边沿上行走, 而这个沿正好是一个原形, 看到一大堆松毛虫爬上了花盆, 渐渐到了沿上, 很快形成了一个原形, 我赶紧把还在往上爬的松毛虫截住, 让它们改变方向, 并用小刷子把从地上到花盆的丝线刷掉, 这样就不会有松毛虫再从这里爬上去, 也不会有虫子从上面爬下来。 只见盆岩上的那对松毛虫不停地转圈走着, 这时, 里面不再有头领, 它们一个跟着一个, 在这个封闭的圆形轨道上吐着丝, 眼看着丝路渐渐宽起来, 我想, 这条路没有尽头, 它们会这样无休无止地走下去吗? 等过了两三个小时以后, 我发现, 这些在盆岩上的松毛虫还在转圈走着, 这让我很失望, 又一连走了十几个小时, 这些家伙已经很累了, 它们拖着疲倦的身躯, 时走时停, 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到了晚上十点的时候, 队伍还在走, 尽管成员们的脚步已经很慢, 我再也没有耐心了, 决定回去睡觉。 次日的早上, 我一起床就来到花盆边, 看那些松毛虫会有什么变化。 它们仍然像昨天一样排着队, 可是大家都没走, 在那里蜷缩着身子取暖。 一会儿太阳出来了, 这些松毛虫可能感受到了暖意, 它们又在那里转起圈来。 第三天, 情况还是一样, 只是这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 寒气突然来临, 这些没有任何预寒错失的松毛虫们, 没有躲避的地方, 它们乱七八糟地扎成两堆, 彼此挤靠着互相取暖。 现在, 队伍已经散开了, 分成了两组, 按常理, 它们会选出两位首领, 或许哪个首领会带领大家逃离这个怪圈, 我在心里迫切地期盼着。 可是, 我的期盼又落了空, 当这两支队伍相遇在一起时, 它们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圈, 又在那里开始兜圈子。 这些明顽不灵的小家伙, 真是不开窍啊。 就这样, 一天又一天过去, 转眼到了第六天, 这天非常温暖, 这些松毛虫可能觉得天气太热了, 因此, 有的松毛虫烦躁地想要冒险, 其中一只站在花盆最外边的岩上, 做出想要向空中跳跃的样子。 有一只更加勇敢些, 由花盆边岩滑了下去, 可是他只走了几步, 又退了回来, 回到了花盆边的同伴那里。 这时的队伍已经不是一个封闭的原形, 而是在一个地方断开了, 有一个头领重新诞生了, 正是因为出现了首领, 他们才找到了出路。 在实验的第八天, 这个队伍在首领的带领下, 终于从盆岩上爬了下来。 在太阳落山时, 所有的松毛虫都平安地回到了家里。 我大致算了一下, 这几天, 松毛虫在盆岩上待了168个小时, 扣去疲倦时的停顿, 或是夜晚寒冷时的休息, 大概行进了84小时, 总行程接近半公里。 对于这些走细碎步的松毛虫来说, 这的确可以算得上是长征了。 由此可见, 这些愚蠢的家伙很多次丧失良机, 让自己疲惫不堪的身躯, 在盆岩上忍受着折磨, 他们可能觉得希望就在前方, 正是这个信念, 支持他们一圈圈地走下来。 好在这些家伙还有一点点理解能力, 最终选择了一条新的逃生之路, 否则, 他们就要真的死在盆岩上了。 虽然他们觉悟得晚了一些, 可毕竟觉悟了, 为此我很庆幸。 小小气向远, 到了一月, 松毛虫会进行第二次褪皮, 这时它不像以前那样好看了, 背部中央部位的毛成了暗红色, 还夹杂着白色的长毛。 这件褪色的衣裳有个特点, 就是在背部有八道裂缝, 那狭长的切口就像厚厚的嘴唇似的。 松毛虫可以使它们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时打开或闭合。 在裂缝打开时, 我们可以看见, 每道口子中部都有一个表面细腻的, 无色驼背形隆起, 成为局部骨炮。 这个骨炮很敏感, 外面稍微有点动静, 它就缩回去, 消失在黑色的外皮下面, 在那里形成一个气孔。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 我感觉松毛虫那个局部骨炮是它的感觉器官, 当它需要了解情况, 取得信息时, 就把这些器官凸出来。 平时, 它把这些局部骨炮藏在皮肤下面, 确保它们有灵敏的感觉能力。 我不禁很奇怪, 这些器官能感知什么呢? 松毛虫用它们接收什么信息呢? 通过观察松毛虫的生活习惯, 我找到了答案。 在寒冷的冬季, 其他动物或昆虫都在冬眠或藏在地下, 可松毛虫却很活跃。 它们白天晒太阳, 晚上开始进食, 很晚才回家。 回家后还要为帐篷做休整工作, 直到半夜才休息。 不过有个例外, 那就是天气不好的时候, 我就看不到松毛虫。 我感到很纳闷, 这些小虫子难道能预知天气情况?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更加让我确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有一天, 我的几个朋友来到我家, 想和我一起观看松毛虫的夜游。 当我们九点钟来到松树下时, 却一直都没有见到, 可就在昨天和前天, 这里还有很多。 我们耐心地等到了深夜, 也没有见到松毛虫的影子, 朋友们只好遗憾地离开了我家。 第二天早晨, 我一起床, 就看到外面下雨了, 听预报说雨是从夜里开始下的。 随后, 我开始关注报纸上关于天气的预报。 每当预报有冷空气来临, 或是暴风雨即将来临时, 那些松毛虫就不会出现。 于是, 我想起了松毛虫的那些局部骨炮, 觉得它们能预知天气, 肯定和那些随时凸起或凹下去的局部骨炮有关。 切口不断张开, 使骨炮突出来获得一些空气当样品, 并放在气孔里进行检验。 要是气压升高, 证明天气情好, 就出来活动。 要是气压降低, 则说明天气要转阴, 它们就待在帐篷里不出来。 这种预知天气的才能, 对于这种喜欢夜游的小虫子来说, 对于这种喜欢夜游的小虫子来说,